据台媒报道 解放军军机27日上午11时45分 再度进入所谓台西南空域 高度3000米 台空军进行所谓在空警戒 广播驱离 报道称 解放军军机进入所谓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 在今年下半年创下高峰 平均每月达20多天 仅10月前就已越过所谓海峡中线49次 创下30多年来的历史新高 台空军平均每月拦截次数也达到300多架次 有学者估计 至2020年结束时 台空军进行所谓拦截后的维修成本将高达400亿新台币 此外 解放军公开的对台演习也创下近年之最 并在年内两度派遣航母穿越台湾海峡 岛内网友戏称 解放军每月回家的频率 几乎等同于一个上班族每月的到岗天数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张春辉还强调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